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准备好多好多的礼物 每个小孩一份 你会非常喜欢 可是圣诞节不只是接受礼物啊 你们谁能告诉我 耶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看有几个举手的 周子浩 那你说 耶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谢谢 还有别的补充的吗 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意思 耶稣就是天主拯救我们 天主来救我们 所以救世主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 耶稣刚刚到世界上来 还没诞生 还在妈妈肚子里 她的妈妈是谁 玛利亚 玛利亚那时候 就带着耶稣去看望她的姐姐 伊萨伯尔 把玛利亚移进伊萨伯尔的家 刚一说话 伊萨伯尔就从屋里跑了出来 那时候伊萨伯尔就说 哇 你的声音一传进我的耳朵 胎儿就在我府中翘月 因为原来她也是妈妈了 她肚子里有另外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叫什么 若瀚 很好 她也没有出生 可是 若瀚就开始在妈妈肚子里跳舞了 谁能告诉我 她为什么跳舞 不是跳的什么舞 跳中国舞还是拉京舞我不知道 但是她非常高兴 在肚子里就跳来跳去 妈妈就说 你看 我一听见你的声音 你一来 我的胎儿就在这里那么高兴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她为什么跳舞 谁能告诉我她为什么跳舞 谁告诉我 好 非常好 这下 因为她遇见了救主 对 谁能告诉我 在这里是几个人相遇 回答过一次的问题就不用举手了 谁还没有回答问题我给别人机会 这里是几个人相遇 你说 好 你说 四个 哪四个告诉我可以吗 哪四个人谁告诉我 那你怎么知道是四个呢 是四个大人还是四个孩子 这不就完了吗 两孩子两大人 那好 那两大人是谁呀 圣母玛利亚跟她的表姐伊萨伯尔 那两个孩子呢 非常棒 耶稣和若翰 所以 看上去是几个人在这 在院子里站着几个人 院子里站着两个 但是有两个在肚子里 对不对 所以是四个人 刚才她的回答 我说 为什么她的孩子跳舞 因为遇到了救主 可是救主看不到呀 耶稣那时候 在妈妈肚子里 有一次教宗这样说 圣母妈妈就是一个圣体贵 你们知道什么是圣体贵吗 什么呀 前面的这个放圣体的柜子 当把门关上的时候 你们能看到圣体吗 不能 圣体在里面 但是你们到这里的时候 会不会鞠躬或者勤安呀 会 为什么 因为你们相信耶稣在里面 对吗 对吗 为什么教宗说 圣母妈妈是一个圣体贵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这样说 声音大一点 非常正确 因为耶稣在圣母妈妈的肚子里 所以我们看不到耶稣 但是若汉 以撒伯尔 因着圣神的感动 已经感觉出来耶稣来了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你们每天来圣堂 你们常常来朝拜圣体 我们看不到圣体 看不到耶稣在里面 但是我们相信 就像伊撒伯尔 就像若汉 我们靠着信德 不要求看见 有的人说 神父我看见了 其实这个不重要 耶稣说 看不见 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你们不用求看见 耶稣就在里面 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看见呀 谁告诉我 如果在做弥撒的时候 神父来了 神父在成圣体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大家是站着还是跪着 你们就都跪下了 就在那时候敲铃 神父说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是我的身体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是我的血 铃声一响 那时候耶稣就来了 原来还是一个面饼 还是一杯葡萄酒 可是就在那时候 他从天上来到这个桌子上 他进到了那个面饼和葡萄酒里面 你们在炒办 每次都是这样 那时候他就变了 所以那时候你们都跪下 大家鸦雀无声 安静地朝拜 耶稣到了这里 可是如果每次 神父念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血 噗通 一个人坐在桌子上了 你们会怎么样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然后耶稣说你们来吃吧 你吃哪啊 是吃肥的还是吃瘦的 你敢吃吗 肯定不敢吃 所以耶稣不让我们看见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让我们吃他 他藏在了面饼里面 藏在了葡萄酒里面 为了爱我们 所以你们不要希望我看见 圣母妈妈是这个身体贵 我们不需要看见 他来到这里 耶稣来救若翰 来救伊萨伯尔 来救这个家庭 今天你们来参与弥撒 你们看不见 但是你们相信 耶稣正在来 到你心里 到你家里 来救你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玛利亚刚刚怀孕 为什么她来表姐伊萨伯尔家 谁告诉我 为什么她来看望她的表姐 怎么没事想去串亲起来了 谁说 怎么又是周子浩 没别人了 告诉她什么了 告诉她 她表姐怀孕了 她表姐 是年轻了 还是老了 老了怀孕了 需要人照顾吗 非常需要 好 你很懂 坐下 很棒 你看 小孩常常听神父讲道 他就能懂 我也希望 每个家庭 你们家的孩子 大人常常听道理 孩子也会跟着听 从小就慢慢地了解 天主的奥迹 那好 回答得很正确 因为她知道 透过天使的口说 她表姐怀孕了 老年怀孕 肯定是很不方便的 需要人照顾 没有办法 她一听说 马上就去姐姐家 去伺候姐姐 你们说圣母玛利亚 是不是很有爱心呀 是 真正的热心 不是在家里念经 每天三趟到圣殿里 每天七次在家里祈祷 别人不舒服 难受 跟我没关系 我的时间 使念经 这样对不对 不对 孩子们都说 不对 摇着头不对 真正的热心是什么呀 如果别人有需要 我去帮助他 你们还记得什么是日行一事吗 记得吗 你们还坐着了吗 还坐着呢 很棒 每天看到你身边的人 有需要去照顾他 一个真正爱天主的人 他会像天主一样生活 天主怎么生活 天主是爱 他会活在爱里 我们领完圣体 在堂里很热心 回家以后 婆媳开始吵架 弟兄姐妹 因着一点事儿 开始吵架 整天吵架不合 你们没有明白 为什么领圣体 为什么进堂祈祷 我毫不客气地说 这样的热心不是热心 是一种自我满足 自我安慰 我到堂里念念经 心里就很舒服 觉得我的本分都尽好了 教宗 我再一次重复 他说的一句话 祈祷固然重要 如果祈祷 不推动你们 在生活中实行爱德 祈祷没有什么意义 我一说这个有一些教友 可能就吃反对意见 神父一讲 就好像讲祈祷不重要 那不用祈祷了吧 看神父说的 只要我平常注意别人 就够了 不需要进堂 你不要片面理解 当我们不祈祷的时候 我们没有力量去爱 我们祈祷不是目的 祈祷帮助我们 越来越像天主一样生活 因为祈祷是跟天主在一起 玛利亚领了耶稣 然后就去爱了 弟兄姐妹们 你们领了耶稣也出去爱 回到生活中去爱吧 天主是爱 凡爱的是天主的孩子 阿们